南島第三的社寮 國中邀請富州社區 發展社會理事長 傳染到學生到附近的生態地 來認罰到臺灣的 第一種的魚 也讓學生聽到 威嚇生態的重要 這人也說紅麥糕了 紅麥糕 早期你掛地 或是水餘來 都可以看到 無塞這隻 也沒有遂到環境的變化 這隻魚的素量是越來越久 第三電視的國中 就跟富州社區合作 來到學校附近的鼻子 進行生態的教養 我覺得非常特別 是讓孩子們 其實這個是因為早期 我相信這在社區 都很頻繁能夠看得到 那我們也希望孩子 能透過這樣的課程 能夠去重視到 生態環境的重要 小孩如果沒有魚 如果聽老鼠跟社區理事長 在開設魚的定性 都感覺很開心 抓的地方 實際上去抓到 才發現到 哇 真的直接去摸 和看影片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透過這個欣賞 和了解台灣得優勝的機會 對這個小孩 各種學生來說 這是一個 爛地的體驗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 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